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电影 就是2000年上映的香港电影《窗王》 这部电影就是由门徒导演以东升监制 由罗智良执道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也很小 但是都已经对张国荣所饰演的Rick 是相当之深刻的 而这部电影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张国荣饰演的Rick 我们作为观众见证着他如何由一个改枪高手 射击高手慢慢演变成一个连环杀人犯 而我们也看到张国荣活生生地呈现了Rick 背负着杀人欲望的痛苦 甚至这个Rick 其实他想借罗智良的手去亲手把自己杀死 透过张国荣的演技 这份痛苦和绝望是更加令观众动容的 听到这里我好像一味都赚张国荣的演出 究竟《窗黄》这部电影的剧本 或者故事 写得好不好呢 而张国荣 这个亮眼的演出 到底会不会成为这部电影唯一的遮丑部呢 那剧本的创作来说 一是就有人物先 然后又有人物发展剧情 一是 就是你本身有了一个剧情的概念 又或者是一些你很想呈现出来的场面 而《窗黄》这部电影 给我的感觉就是属于后者 感觉就好像创作人 有一天突然想到一条招 想去说两个枪击高手的对决 但是具体 两个角色的背景 性格 都没有一些很细致的想法 简单来说 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觉得编剧 并没有把这两个角色转得很深入 使我看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了解这个角色 到底在想什么 首先 我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结构是怎样 一开始的头十五分钟 主要是交代Rick 和苗智迅的背景 在这里主要 编剧都是利用其他角色的口 来说出 这两个主角的背景 和他们的能力在哪里 虽然这种做法 其实是最简单直接 可以讲到或者交代到角色的背景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就是透过角色的行动 来给观众了解角色的抉择 但是很可惜的是 编剧 在这部电影里面 主要都是用这种方法 来呈现角色 感觉就像在看TVB的剧 明明一部电影 应该是用影像来交代的 但是 他将这些功能交给角色的对白 搞得像广播剧 然后 15到29分钟左右 才是故事的开始 我们看到角色有冲突 Rick就违反了自己的原则 就是 他说他改的枪 是从来都不见血的 而就是在IPSC的比赛场地里 他第一次杀人 从此 他就发觉自己 是爱上了用枪来打人 不是打靶 而就是因为他发觉自己 爱上了这件事之后 从此他就跟着他这个本性 不得不走下去 第29到50分钟左右 就是苗智讯和Rick的下半场对决开始 劇情来到Rick 第一次杀人之后的三年后 苗智讯 调查一宗谋杀证人案 然后 就经过一大抽好像很严谨地查案的剧情 最后就锁定Rick才是兇手 但是就因为没有证据 显示Rick就是兇手 所以 到最后要冤枉他的女朋友Jolin 非法持有枪械 看到这里 其实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帮警察要误Jolin 是不是只是为了逼Rick到长角 如果Rick不发窮恶 那他们这招就没用了 那就没努力了 所以 我就认为他这个位置 其实是很薄弱的 不是打算拼一招 让Rick这么轻易 和Jolin一换一流 接着之后 我们就看到Rick 就好像很生气 就引起警察 去到 连把场 拿起枪 就开始 和这帮警察 撕杀了 硬在过程里 其实我们 并不是太了解到 Rick到底在想什么 他举起枪 向警察攻击的时候 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没错 我们看到警察是很针对他的 而入不了他的罪 唯有去误Jolin 所以 Rick的确是有报仇的心 但是整件事 我觉得略嫌有点理所当然了 然后 Rick还要杀他的雇主 杨山 原因是什么 就是上班警察 消案 因为杨山指使他去杀证人 杨山死了 那案子就不成立了 不知道我没有理解错 但是我认为这个原因 就真的 比较牵强 是不是 因为他女朋友 Jolin的罪名 就是他的枪械 他的气窗 超过两招二 杨山死不死 就和Jolin 举案 或者他的罪名 就应该没关系的 而同时间 Rick这样去杀杨山的话 即是告诉警察 我就是杀人犯 这样不但 我脱不了这个罪 而且我其实是投坏送土 你或许会说 可能Rick的目的 就是这样 他就是想挑战警察 他就是想自投罗网 他就是想叛徒 但是又不是 在警察放了Jolin之后 Rick是真的想着和Jolin 离开香港 坐大碑 那整件事 就是前后矛盾 其实是不是 所以这个位 其实我真的有点看到 坑头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 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回来剧情的结构 由50 到58分钟 其实就是Rick 引警察去练牙 然后杀他们 然后 之后Rick杀杀杨 然后再向苗智讯 在闹市中 发起挑战 总之就是说 不放Jolin的话 就会有人死了 之后由67分钟 到80分钟左右 就是说苗智讯 拒绝放Jolin Rick就开始杀警察 第一个就杀死 Jolin 这个Jolin也是一个 改昌高手 是苗智讯的同事 但是他一直都很针对Rick 那苗智讯 就为Joe的死 就开始发癫了 而来到这里 其实我也知道 编剧 某程度上 是想将苗智讯 塑造到 好像Rick的另一个版本 根本 苗智讯和Rick 是同一种人 只不过 是因为不同的祭遇 而令到有不同的结局 我认为这种写法 其实是很适用 在这种 霜雄格局的 电影里面 但是可惜的是 我看不到编剧继续在这个方向里面 慢慢去描述 并没有加强到这一部分 而去到后 80分钟 直到最尾 包括那场商场的枪战 和最后在电影的对决 都只是有种感觉 就是电影要埋尾了 但是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不到 到底Rick的枪法 有多厉害 苗智讯 怎样 和他势均力敌 可能你会说 在前面比赛那里 我们就看到了 编剧已经写了 但是我预望 中间是可以多一些 角色的心理描写 如果你本身的主角 打造到 内心世界 是很复杂的 为什么 你不再 躲在这个方向里面 再慢慢发掘下去呢 如果你是纯粹想把枪战 放在大银幕面前呈现的话 其实你不用写一个这么复杂的角色 现在的感觉就是 你写了这个角色 但是你却没有好好发挥 观众识看的话 其实是会期望多一些 关于这个角色的心理变化的 中间其实我们也看到 Rick其实是有些崩溃的场面出现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到底他心里面有什么的拉扯着他 我们正看到张国荣靠他出色的演技 他将这个角色演出来 但是劇情上 是没办法配合到 张国荣的演技 所以 整个感觉就是 张国荣真的演活了个角色 但是我们没办法从角色的行动上 或者行为上 了解到这个角色 到底背负着什么 感觉就好像捉到鹿脱不了角 整部电影 我觉得做得最好的地方 主要有两个位 一个位 当然是张国荣的演技 有个位 简直我觉得是神来之不利 就是Rick在家里的时候 Jolin拿着他的枪 在他背后 指着他的头 Rick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知道 Jolin 是想杀了他 大概的原因 都是不忍心看着 Rick 这样受自己的情绪折磨 而张国荣去演 Rick的时候 他的反应 就是闭上眼 微微一笑 他是愿意 甘心情愿地 接受这个结果 这些我们就看到 角色的心理变化 我们又看到 Jolin的反应 我们也看到 Rick 他会因然接受 这个下场 可能都是因为 他受救了这种痛苦 透过这些描写 我们就可以 让这些角色立体了 对不对 而我预估 这部电影是应该多 很多这样的描写才对的 而第二个位 我觉得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Rick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他也是用double tap 我认为这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 一定是编剧故意安排的 因为他不只是打头 那么简单 还要是用double tap 来打头 那就是说明了什么 就是Rick 受到阳山的影响 他真的想试一下 把子弹打到人体的感觉是怎样 他想试一下 一枪见血的感觉是怎样 可能你会说 打一枪就行了 为什么要double tap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打double tap 就是当这个是一个游戏 Rick想用子弹打到肉体上的感觉是怎样 他更加想知道 究竟用double tap打到人体的感觉是怎样 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资讯 就是Rick 其实他那一刻开枪的心理状态到底在想什么 这些位置就是一些很好的位置 可惜的是 不知为什么编剧 在这部电影里较少 安排一些描写 在我决定要说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起有一部外国的作品 都是同样描述主角是一个怪怪的人 不是一部电影来的 就是一部剧集 就是后翼戏兵 同样主角也是一个很怪的人 但是 剧本是编重人物的描写 是多于如何去捉棋 观众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就算不懂捉棋 同样都可以享受到整个剧本 整个角色是怎样发展 我们会期望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主角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会逃避 他会愤怒 他会伤心 没错 后翼戏兵是一部剧集 他有很多集的篇幅 来给这部剧去慢慢经营角色 再不是我就举一个例子 突然之间我想到 有一部电影叫《海上钢琴尸》 同样一部电影的篇幅 他也可以交代主角为什么不去陆地生活 情愿留在船上 和船共存亡 另外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缺点 其实也是很有局限性的 因为如果他写Rick 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挑战苗子信的话 故事其实是一点出路都没有 也都知道结局是怎样 反而我在想 其实编剧也都在 Jolin和Rick之间 是有落过公姑的 两个人都是一些很怪的人 两个都是一些很自闭的人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不像是一对真正的情侣 是有爱情在中间 反而我的感觉就像两只 受伤的动物 他们互舔伤口 一样 互相依赖 但是到底他们互相的背景是怎样 怎样令到他们两个走在一起 最后他们两个的爱情有没有昇华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用的元素 如果 编剧是想着个故事 由始至终都是苗子信和Rick的对决 而在Rick这么狠狠的情况下 他是一定会被警察打死的 在他被打死之前 会不会和Jolin之间有某程度上的和解 又或者其实他是有没有 不舍得Jolin 我觉得是可以删除他和苗子信对决的这个窗口 但是可以在和Jolin之间的感情上 打开门让他走出去 虽然他到最后可能都是要死 但起码他感情上有出口 观众也不会觉得 看完整部电影之后 Rick最后被人打死 那就算了 不知道大家有否认同我所说的 无论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好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希望你们都喜欢我这条片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我也知道我出片真的很慢 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很快我就可以再做第二条片 给大家看 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电影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快点订阅 也希望你们帮忙分享我的影片 给一些喜欢电影的朋友看 我们下次再见